HELLO 玩Honey好 我是翠翠 想不到吧 現在出場率最高的輔助竟然是夸克 最受輔助玩家的喜歡 我首先來到下路 勇敢一勾 欸 我覺得那個冰卡爾勾的到才對 那可能這個特爾比較好運 氣得我去打靈鳥 這場我特別開小號來玩 因為我目前夸克還是一個銅牌小萌星的胖子 先來B牌長熱熱爪子 上路的黃金之王跟白馬的決鬥 看起來是黃金勝利了 這場我們中路是貂殘 我覺得貂殘超級大夸克 非常控 再次來到下路 欸 我發現那隻特爾好像不太會動欸 這樣我總勾得到吧 喔 終於勾到了 第二次出攻 搭配凡恩的傷害 先收掉特爾的人頭 收掉人一樣快樂 打鳥鳥 這時候哥德爾帶著他的白馬來了 但是哥德爾好像進來有點太快了 被我們三個人秒掉 秒掉之後白馬開始騎馬了 天啊 不要欺負我家射手 雖然我也殘血 但是我必須幫廁所擋一下安格列的手肘 這樣我犧牲就很值得 齊羅在草裡蹲 我們中路的貂殘也來支援啦 齊羅先發起進攻貂殘 再一個兵 成功兵到安格列 最後收掉他的人頭 你們最喜歡玩哪一種輔助 是坦克型可以幫隊友 坦下非常多傷害的輔助 還是戰士型可以一挑三超英勇的輔助 或是爭議型站在後排保護隊友的輔助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回到畫面看到黃金跟特爾 這邊看準特爾打西蒙西 我們雕塵超給力冰到的兩個人 並且第二隻冰也成功冰到特爾 但是對面騎馬的來了啊 直接騎了我家射手 啊 跑不到他追不到 我的鉤子也還沒有冷卻好 而且凡恩跟安格列他們兩個也跑太快了吧 完全我跟疙瘩都追不到 這時候呢 黃金跟白馬看上我這塊美味的肥肉 好險我最後成功逃生 接著我們就平安順利的開啟魔龍 但是上路一點都不平安啊 我們的馬被兩個人追殺 他直接一言不合開啟大招開轉開舵 把對面的菲類跟拉茲都打殘了 但是對面的白馬也站起來啊 我們的白馬成功飆到了菲類 最後還差一點普攻 差點可以雙殺掉拉茲 沒有關係 他一跳三射掉一個已經非常厲害了 接著來到下路 我看到特爾走出來 我又開始歪了天哪 這樣竟然勾不到頭好痛了 哥德爾跑來前面剁我一下 特爾又狂點我 差點死掉 胖只差點變成空肉 那我這邊呢吃了一下補包 我看到我們齊羅已經蹲在旁邊了嘛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出去勾一下誘惑一下 我果然掛掉了 被秒掉了 那我們的射手打野 最後有成功雙殺掉對面的雙人線 這樣輔助的犧牲超級值得 這邊胖胖就來草叢蹲一下啦 看到對面的打野正在吃他的藍buff 我看準時機把藍buff勾出來 然後開一個大招在瞬移 往前成功吸到了安格列跟特爾 那我們打野也馬上跟上 先收掉特爾的人頭 這裡我罪惡一勾勾到黃金 哥德爾即時開吸 好險我這邊有出解控 解掉了之後 再有成功先收下哥德爾 我們家射手不幸的被安格列收掉了 我這邊又勾一個歪掉 好險安格列下馬之後 手手沒有放在貂蟬身上 我發現這個安格列他 在下馬之後都不會反向去丟手手 不知道他是 可能對我們比較仁慈 上路安格列跟菲淚打得非常精彩 雙方都有點殘血 但是這時候拉茲感到 我們安格列一個手手出去 被拉茲扣一套 好險他在最後一秒開啟大招 上馬又下馬 竟然這麼極限反殺掉的拉茲 實在是太厲害了 胖胖也即時支援來到了上路這邊 看準時機出勾 勾到了這個馬 原地開大招 菲淚過來給我吸 喔!這邊我跟貂蟬配合太好了 不過大招加貂蟬的大招 我們直接拿到雙殺 最後哥德爾來支援 成功把他勾回來 但是呢 貂蟬現在好像沒有招了 等他一下冷卻 那我進入塔下 白墨點一下卡好不好 然後再把哥德爾勾出來 最後讓貂蟬擊殺人頭 一套星雲溜碎 就是這麼快樂 我再次來到草叢 欸這邊不用蹲 直接勾到一個特爾 可惜特爾開了一個瞬移 沒關係 這樣我短時間之內也就知道 他沒有瞬移拉 眼看我們兵線就要進去了 這個特爾爾爾爾 竟然清兵站在原地不動 不勾白不勾 搭配貂蟬成功收掉特爾爾爾 跟隨我們家射手 凡恩轉線來到上路 繼續拆塔拉 這時候看到在草裡的飛了一個大招 欸他竟然大招飛出來清兵耶 那還不把他勾出來 再開一個大招 他這樣就沒有大招跑跑啦 我們成功收掉他的頭之後 再收下這一座塔 接著推完塔之後 就跟凡恩來反紅buff啦 但是對面安格列直接騎馬騎起來 好險我一個大招有吸到 但是對面直接控制我斷大 這邊夸克非常想要幫凡恩擋 撥動拳好險凡恩最後反殺的拉茲 我成功幫凡恩擋下了安格列的手手 可是他被後來支援的哥德爾收掉了 這邊想要跟新手說一下 像是安格列圖倫這種指定一個人的情況 你如果算輔助看到你們家後排 或是誰哪一個角色殘血的話 你一定要走在他的後面幫他擋 要勇敢一點不能因為太害怕 所以就跑得比他還快 回到畫面 我們安格列直接邊騎馬邊點塔 超級英勇 最後再返回中左草叢安全下馬 雖然有點不明所以 但是有帥到拉 我路過中路的時候 發現上落凡恩錦然被飆到了 那他應該是直接死去 凡恩掰掰 接著我們企羅也是馬上進場 天啊他這樣一打三 企羅感覺不妙啊 我趕快來支援把安格列勾到我旁邊 再一個大招成功吸到貂蠶 貂蠶趕快過來 貂蠶成功 有冰到有冰到 再次冰到真的是太棒了 夸克真的是超配貂蠶的 你們看到了嗎 就是連控 控到對面完全不能動 由於我是貂蠶輔助愛好者 有一個情況可以推薦大家選貂蠶輔助 就是對面的輔助 就是夸克的時候 你身上的盾可以幫隊友擋下 非常多夸克關鍵的勾子 在這個草叢蹲的七七49天都沒有發現寶藏 那我就要主動去尋找寶藏啦 走進這個草之後 欸我本來要勾特爾的啦 好險哥德爾幫他擋 但我還不接個瞬一 讓我們隊友成功先收掉哥德爾的人頭 再走到塔下成功勾回了菲類 貂蠶的冰也很及時的跟上 第二次冰還成功冰到特爾 但是我們的輸出有限 很可惜讓他們殘血逃生 接著我們一伙人來到上路 上路的冰線進啦 這邊由於是新手夸克 我想說我有勾到人就不錯了 我就不挑人了 這邊直接勾到一個安格列 我們的安格列也是衝上前面 收掉對面的拉茲 點到塔之後安格列壯烈犧牲 中路的塔齊羅也推掉非常棒喔 吃完一輪魔龍凱撒之後 我們的龍來到上路啦 我就站在上路這邊 給人家一點壓力這個特爾 看到我竟然往回走 還不把你勾起來 我們啟羅跟上輸出 有凡恩秒掉特爾 感覺要打最後一波中煙之戰 我們無人機接 安格列直接騎馬騎起來 對面的安格列也騎起來啊 直接騎向我們的兩個後排 天哪我現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耶 我們標纏開了一個大招 增加雙方可惜也是被收掉了 好險我們家啟羅跟安格列輸出夠給力 也收掉了對面兩個人 這裡我超想勾殘血的飛內可惜一抽勾勾到的是拉茲 哎呀 大家快點點塔啦 好險在最後幾秒 我們成功把對面的豬包點掉 贏得這場遊戲的勝利啦 胖胖很開心可以拿到這場的MVP 這場應該是我今年玩的第三場夸克吧 我覺得這是一隻不是大好就大壞的角色 你如果有勾到的話就是省 沒有勾到的話真的就是沒有用耶 我之前玩幾場很雷的都是在隊友面前 一直空勾一直空勾 那個隊友一定覺得這個夸克勾子是壞掉了 祝大家玩夸克的時候命中率都有90%以上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給大家囉 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